先前疫情严峻期间 台东海端力道部落 自5月18号起是设置了防疫站 对进入部落的人车进行行销 由于目前国内的疫情趋缓 力道部落也在日前进行了策战的工作 而力道村村长古金福 为了感谢部落这段期间 努力和付出 特别以传统布农族分享文化 杀猪未绕了部落的志工 同时也感谢防疫期间 关心部落防疫站的人士 力道村长拿起手机 拍摄已经宰下完毕的猪资 并表示这是要分送 以及感谢在疫情期间内 大家为防疫工作的努力 今年5月国内爆发疫情后 为了守护部落的安全 台东力道部落自主性的 在部落的出入口设置防疫工作站 针对往来的人车 进行体温量测消毒等工作 并由村民干部一同轮流驻守 而最近国内疫情趋缓 力道部落在开会决议后 让防疫工作站功成身退 而力道村民也依照布农族的分享文化 特地杀猪未绕部落志工 同时也感谢在防疫期间内 关心部落防疫站的好朋友们 今天我们干部呢 跟村民非常的高兴 所以我们今天要杀猪 这个猪呢 猪的来源是 所有的村民 都是互相 小这个要买猪的这个清费 我们要庆祝 这个我们 这个防疫战的结束了 所以今天 到三度初 所以要感谢村民 很辛苦 力道部落自主的防疫战 在今年5月18日设战 至8月15日撤战 在这段时间内 部落的居民展现高度守护部落的决心 全时段24小时进行管制 每位族人至少都轮值超过5次以上 部落也期盼 疫情能够持续趋缓 让彼此的生活能够尽快恢复正常 记者陈吉林海端相报导